消息分局接获勤之 近来在壮围乡有一家食品加工厂内有民众剧赌 分局立即组成了专案小组积极侦办 昨天晚上8点多动用了大批警力池搜索票前往查器 破除两道门禁 当场查获了鸿信赌场主持人 赌客以及在场人士等21人 以添酒牌赌博财物 现场查扣的赌具添酒牌一副 骰子三颗监视器主机一台以及赌支4500元 担赌场利用郊区食品加工厂较为隐秘之变 并透过设置监视器监控 加设两道门禁方式借以逃避警方查记 长期藏身于工厂内以添酒牌回赌具赌博财物 经专案小组收正掌握赌场位置及时段 于8日20时许应用优势景地强力攻坚 破除两道门禁 顺利将赌场主持人及所有赌客一举查获 警方在征讯之后 全案将主持人依刑法赌博罪嫌 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而赌客则是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来裁处 一览新闻记者时事明采访报道